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行在江海之上 心存未阙之下 神思之谓也 闻之思也 其神原意 故极然凝律 思皆千载 巧焉洞容 世通万里 寅永之间 吐纳诸玉之声 眉睫之前 卷疏风云之色 其思理智智乎 故思理为妙 神与物有 神居凶义 而志气统其关键 物言耳目 而辞令管其书籍 书籍方通 则物无隐茂 关键江色 则神有顿心 是以陶君闻思 跪在虚境 书月无藏 凿雪精神 积雪以除宝 着礼以富财 言悦以穷照 训智以义词 然后使缘解之载 寻生律而定末 独照之降 亏异象而运金 此概欲闻之手术 谋偏之大端 福神思方运 万图静蒙 规矩虚未 刻漏无形 登山则晴满于山 观海则异役于海 我才知多少 将与风云而并趋矣 方其诺汉 气被此前 几乎偏偏承 伴折心事 何则 亦翻空而亦齐 言征实而难瞧也 是以亦授于思 言授于意 密则无忌 疏则千里 或理在方寸 而求之欲表 或亦在咫尺 而思隔山合 是以秉心仰树 无物苦律 韩张思气 不必劳情也 人之禀才 持素亦分 闻之智体 大小书工 相如韩笔而富豪 杨雄 绰汉而惊梦 还谈极感于苦思 王冲气 结于思虑 张恒言经已十年 左思恋都已遗迹 虽有句文 亦思之环也 淮南重招而富骚 梅高应招而成富 子见缘读如口诵 众宣举笔四素构 软语句安而致书 弥横当时而草奏 虽有短篇 亦思之素也 若福俊发之事 心总要术 闻在律前 应激利断 谈思之人 勤饶其路 见在疑后 严律方定 积敏 故造次而成功 律仪 故欲久而至基 难易虽疏 病滋薄练 若学浅而空持 才疏而图素 以思成器 未知前闻 是以灵偏坠律 必有二患 礼欲者苦贫 慈逆者伤乱 然则薄剑为溃贫之粮 冠意为整乱之药 薄而能依 亦诸乎心力矣 若情恕诡杂 体便千茂 着此或孕于巧意 雍是或蒙于心意 是不于麻 虽云未费 驻逐献功 幻然乃真 至于思表先止 闻外取至 言所不追 彼顾之止 至今而后产其妙 至辩而后通其数 一至不能严顶 轮扁不能与今 其为以乎 赞约 神用相通 情便所运 勿以冒求 心以理应 刻漏生律 萌芽比性 竭律思弃 垂为至圣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